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我们谈了人做步手 除了写在字的上端 一个人也可以写在字的左边 写作单人旁 我们管另一个步手叫双人旁 这个双人旁是指两个人吗 不是 那它为什么叫做双人旁 可能在单人旁上多一撇 容易辨认又容易叫 就叫做双人旁吧 啊 那双人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你说的双人旁 也就是撇撇树 读作赤 甲骨文和经文赤 都是行字左边的形体 行是一行两行的行 行的甲骨文字形 像一个相互交叉的两条大路 行是相互交叉的两条大路 那就是十字路咯 是的 行的本意就是路 因为是路可以行走 所以行又做行走的意思用 后来人们还将行字进行变音 读作行 表示前进行走的意思 现在我们继继续说 赤 赤到了小转 形体还是很像甲骨文和经文的形体 可是到了凯书 已经看不出路口的样子了 行的本意是路 那么赤只是行的左半部 是不是也表示路呢 说文写道 赤小步也 嗯 小步也 那就是小步小步的走 是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赤的本意是路 小步行走是赤的隐身意 照这么说赤是路 又或者是小步行走 就不该说它是双人旁 就当那是俗称 不必纠结 赤字一般不单独使用 它和处字连用 组成赤处这个词 处就是行走的行 右边那个偏旁 赤处表示小步或走走停停的意思 赤是个步手字 凡是由赤组成的字 大多跟行为动作或趋向有关 比如前往的往 远征的征 路径的径 徒步的徒 徐徐走来的徐 循循善诱的循等等 诶 你一把例子都列出来以后 我才发现双人旁赤组成的字 确实多数跟行为动作趋向有关 与其担心双人旁这个俗称 误导孩子对汉字的认识 倒不如告诉他 赤原来的形体和本意 只要不要太挑剔 赤的笔形多少 还是有一点鹿鹿口的样子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陈国骏制作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